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属与国立嘉义大学森林继自然资源学系 吕福源、张坤成、林建宗、张伯任等四位专家学者 历经了六年合作 特别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日光山森林茶书院 来举办台湾常见商用木材图鉴第三册的新书发表会 今年林场100年然后第三册发表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那工部门其实要肩负起的是 怎么样去带领就是场观学 大家可以共同合作 把整个就是环境议题生活的一个永续 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一个作用 我们的台湾常见商用木材图鉴 那目前是刚好从第一册到今天 是总共有三册的出版 那这三册的出版呢 总共有每册120种共有360种的木材 那这些木材都是台湾常见市面上常见的木材的图鉴 那我们所有的这些市面上常见的 那从这木材的包括贸易商或者是一些木材的这种制裁场 那收集这些材种 这些材种其实都是我们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常用的 包括木工 包括艺术 包括一些建筑方面的公用方面的其实都有 那未来这一套的图鉴 可以提供我们国人在木材使用上 一个蛮好的一个工具术 台湾常见商用木材图鉴第三册新书发表 成为台湾目前市面上最完整的木材图鉴套书 呈现常用商用木材360种的介绍 其中含有国产材116种 可作为建筑、景观、文创等设计 以及木材买卖、贸易以及鉴别具有公信力的参考工具术 其实在我们平常使用的木材里面 像是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幼木家具 其实幼木目前坊间还有像是非洲幼木 然后金幼木等等这些 其实它们不是幼木 它们是别科的 像非洲幼木它其实是豆科的树种 那我们的真正的幼木 它是属于我们的纯形花科的这样的树种 其实是不一样 它不一样的话其实价格也会不一样 它的性质也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如果坊间如果有一些替用品 它厂商不直接跟你明说的话 它实际上价格不是 其实是很低的 然后贸用比较高价的 甚至它的材质的性质也不是很好 很快就会坏掉 那除了其实这个可能高价冒充 这种低价冒充高价的这样的材种之外 那其实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个材种 那也有可能因为我们坊间有很多的这种商品名 它这种署名的话 其实很容易造成大家的混淆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工具书 让大家能够很明确的去比对的话 就比较能够去了解这样的这个树种木材 它实际上真正的名称 也其他真正的性质方面的这个资料 台湾常见商用木材图件完成出版删册 力求将市面上常见的商用木材 逐一做成标本 胎特征照文字记录等等 最终完成图件套书 是目前市面上收入种类最多最完整的工具书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